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国经济援助渗透太平洋岛屿奏效 岛屿峰会不与北京对立 日本与太平洋共16个岛屿国家和地区召开首脑会议 峰会讨论亚洲安全与合作的多项议题 会议通过了共同宣言 据共同社分析 与会各方不愿意与中国对立 与太平洋岛屿国家是因为中国在当地援助渗透 另一方面与日本刚刚起步 与中国改善关系 也避免与中国对立 不再提印太自由开放战略了 据共同社今天报道 日本政府邀请太平洋岛屿国家首脑等在福岛县 召开太平洋岛屿峰会 首脑宣言的内容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到中国 提供经济援助的中国在岛屿国家间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东道主日本此前也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来访等 重视改善对华关系的趋势 宣言内容意在避免对立 报道指出 作为岛屿峰会的目标之一 原计划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外交方针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明确写入首脑宣言 然而曾被定位为对华前置外交核心的该战略 在日中关系改善的潮流下 改为同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代构想合作推进的方针 岛屿国家方面也不想刺激中国 部分国家对于明确写入首脑宣言 持谨慎态度 据分析 有岛屿国家认为这是日方对华前置战略 因而有所警惕 其背后有着从中国得到巨额经济援助的因素 最终在首脑宣言中 在写明目的是法治及航行自由 经济繁荣等之后 写进了印度太平洋战略 这样的效果是表明 这一概念并不是为了同中国对抗 19日的首脑会议上安倍提及李克强的访日 表示欲推进和中国的合作 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关于表述的调整透露 为了得到岛屿国家方面的理解 说明称不会与中国的利害关系相对立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